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用电需求的时候在放水发电 这个电站项目开发的时候分为两期 2013年5月时 一期的项目开工 项目工程有效功率为180万千瓦 花费了人民币99.84亿元 每年向人们提供高达22.368亿千瓦时的电量 第二期的项目同为180万千瓦 安了6台30千瓦的电机组 以500千伏的电压介入了华北电网 工程花费了人民币87.5亿元 我国的这项技术的起步 虽然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比较晚 但是由于我国工程项目在展开的时候 从本子上了解了并紧跟如今时代发展的最新方向 就像是一件事已经知道大的问题在哪 如何去避免一样起点比较高 这几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几座 这项目工程技术已经是世界先进水平 如今根据测算 这座大型项目建成之后 可大力促进如今对社会有害物质的和废弃物质的减少 和防止大气更严重的污染 由于这项电能的大力发展 每年可节约在原煤的消耗有48万吨 减少了二氧化碳碳排放量有114万吨 每当看到我国进步这样的数据 不由地感叹到 亲爱的祖国你可真是让我们太震撼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 bwd6 bwd6